消灭登革了,全民总共园 消灭登革了,全民总共园 台南市政府一月三十,结合国家全民主称 古榜2016,公益潜积力,世修和党 市長若正得,维获保一官司,贵司長,环保室,政府司長 作为担任称称名秩父王冠,和环保祭二官划世修和 现党老爷滚滚,中民纵观 世修和党安排中社区人董立环保祭港 表演奉地天高烈的行动叫乱党 带动老爷的气氛,选择政客的风格观念给市民 年后全民总统员,真有办法消毒,白白忙 出来不爱的东西不忙,这几堆,平平逛逛逛洗干净 交给环保车,支援回收载利用 官呐,安呐,买他们的事要干擀 不他们的事要冰糖 这几堆,这几堆,这几堆,这几堆 这几堆,这几堆,这几堆 你爱多水,来看都要洗干净 更不洗净糖 因为台风等等的这些因素 所以我们去年登革日造成大流行 所以上次在市长主持的活动里面 我就说我台南怕水 所以我们中人也 家人也都会定到 所以造成大家很大的不便 我想还好 就是我们台湾市在我们赖市长带领的团队很努力 那跟我们中央也充分的配合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疫情做了有效的控制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透过市府发动好几波的 延续每个礼拜这样子的大清掃 那我们后来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说 这些病霉文的指数 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把它控制到很低的 只要我们落实我们的环境的清理整洁的工作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市长在今年一开始 就来发动这样的一个事实 希望我们从年初开始 就来落实我们 对于病霉文自身员的 情绪的工作 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那么也期待说 我们透过这样的工作 我们能够在今年 大家都过一个很平安健康的年 那今年呢真的是非常感谢 在赖市长还有秘书长 副市长还有整个台南的团队的 积极的努力之下呢 那么跟中央大家一起来做 那能够把这个疫情呢 这个提早的这个结束 那同时我们也很感激啦 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CDC呢 中央的团队每一个人呢 都收到一封信 一个小小的这个纪念品 那我们把那封信 把那个小小的纪念品呢 当成我们的奖章 那希望呢 说将来呢 一样的跟地方呢 来合作 台南市结合国家全民主称 古板天高烈 奉地江族的设施大会 设计完生两个目标 设计党说 第一个目标 就是抗家变瘦 抗家失望率 事业完成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降低病例数 降低死亡率 同时呢 也能够达到美丽家园 低碳城市 这两个目标 那我们回顾去年 那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 中央对我们台南市的帮忙 包括行政院 毛院长的支持 包括张副院长 作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务实 解决台南市所面临的各项困难 那么其中我们特别感谢 郭署长 常住在台南 我们把张声给他摄下一下 还有我们環保署的魏署长 也多次来到台南 那我们台南的女婿 张副署长更不用讲了 我们也给我们自己的女婿 他摄下一下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台南市整个都动起来 整个都动起来 所以呢我们才有办法比预期的 中央预期的这个疫情的时间 提早一个半夜将登革日控制住 也减少 因此减少了大概有2万个病例之多 这个就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来我们互相鼓励一下 互相加油鼓励一下 那今年的 今天 今年的四次大会 相较于往年 有三大特色 第一个是时间特别早 今天是1月30号 我们就试试了 我们就试试 过去我们的启动工作 大概在3月份 4月份 或者是5月份 那我们今年特别早 启动特别早 那第二个呢 我们今年启动 可以说是台南市各界 通通都加入了 可以说是全体总动员 包括很多职业团体 很多这个工会 很多这个社区 全全部部都加进来了 那第三个是更难得的 郭署长也亲自南下 張副署长也亲自南下 这表达了中央对台南市的支持 大家有信心吗 有信心吗 我們一定要完成 这两大使命 那同时我们也恭请市长 来为我们来自证和防疫物资 在今天这个外团当中 月市長 将放映由这份武器 专告让南区出名 理政令议会的伙政 合照专替市民 享用国家全家酒 放映全家日 拼扫基礎环境 成立藏栏四角 和天高烈的自生园 去旧外星迎接 新的一年 我们今年给大家拚一下好不好 好 OK 我们2016防疫清洁日 我们要启动四次活动了 我们正式开始